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的名字叫施席 又叫做连 所以呢前面我们就称他公子施席 要知道公子施席就是公子连 他为什么会在魏国待三十年呢 这得从秦国进入战国说起 秦国进入战国的国君叫秦公公 秦立公公还加个厉害的立 秦立公公 这个丝毫好不好 是一个恶事 但是一个国君去世以后 他的嗜好好不好啊 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君 一辈子做了什么 是不是个好人 不取决这 更多的取决于他的儿子 有没有能力 他的儿子在位 这个登上军威的时候 陈子们不敢瞎说 谁恨前任国君 也不敢在嗜好上面做文章 这得取决他的儿子 所以秦立公公 这个嗜好不好 但是他很有作为 因为我们从史记里面看 在秦立公公时期 西荣的义区 免珠 中原的晋国 还有南方的楚国 隔几年啊 纷纷的就到这个秦国 来朝拜 这个秦立公公 接见这些国家朝拜 是什么角色 当然大家是怕他 还有越国 这么远天远地的 叛使者 前来娶秦立公公的女儿为妻 为什么要娶她 那关系呗 所以啊 这个秦立公公时期 他是进入啊 战国的第一个国君 他是带着胜利的姿态 进入战国的 就不能认为说 这一时期 秦国就怎么怎么地不行了 他比他以往的几届国君都厉害 大概得罪了不少人 加上儿子呢 不是一个很强的国君 所以在给他上四号的时候 这号上得不好 他的儿子秦赵公 确实是比较弱 所以从秦赵公开始 秦国的命运啊 几乎是直线式的下降 秦赵公 你看 急躁的 没有几个国君用这个四号的 可能就是急躁无能 然后呢 他有没有儿子 或者是儿子太小 不知道 总而言之呢 他的继承人 是他的弟弟 大臣们 把他弟弟找回来 立为国君 这个呢 就是秦淮公 秦淮公做了国君之后 究竟表现如何 在谁也不知道 总而言之 大宿长们 对他极端的不满 要知道啊 秦国的这种政治制度 就是庶长制 是一个什么制度呢 庶长 掌握国家大权 因为秦国历代国君 第一期所生的儿子 长子 是当然继位 长子因故 亡故啊 或者什么原因 不能继位 那么第一期所生的第一子 次子 甚至三子 也都是可以继位的 但是 庶期所生的 庶出的 就永远不能够继位 历代国君的 庶出的公子们多了 他就形成一个庞大的队伍 一个贵族队伍 这个队伍里面 他们是贵族 没权力继承军位 那么他们就是 辅政大臣的来源 其中德高望重的 有势力的 能干的 就被选为庶长 大庶长 他们决定着国君的继承 但是他们本身是不能继承的 而书长呢 也不仅仅由隐姓的人来做 还有少量的是外星人 也是可以做的 这是因为 左传里说过这样的话 社稷无长凤 君臣无常位 自乎已然 故十月高岸为谷 身故为宁 三后之信 与兴为素 若社稷 社税集省 一个国家必须的土地省 股省代表国家政权 无常缝 就是这两个省位 不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君臣也没有固定不变的位置 自古以来 就是这个样子 之前里面打了这样的比方 高岸为谷 高高的山 可以裂变 称为深谷 深谷为宁 这个幽深的山谷 它可以农起 这个弥合 最后农起成为高山 地理形势 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 那是缓慢的 而人世间的变化 高高在上的国君 能为平民 平民中间 拥现住 杰素的人 做了国君 这样的情况 比自然界的地势变化 要快得多 所以诗经里面说 高岸为谷 深谷为宁 三后之信 三后 就是下山洲 三代国君的 他们的后人 三后啊后 不是后来 后就是国君 三代国君的后人 与君为素 所以到现在 都称了 说明 素就是广大 大众 所有的外星人 是素 只要优秀 只要能干 也可以担任大书长 但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不可能有 军位继承权 这就是秦国的一种政治 秦国实行 这种书长制 在国君缺失的时候 往往就得由 大书长们 来决定 这是一个国家的 元老会 一个元老院 他们来决定 那么 这位秦立公公 去世以后 他的儿子 秦赵公即位 秦赵公在位 时间不长 他的儿子 又没有即位了 因此大书长们 就选择了 秦立公公的 第一个儿子 来继位 他就是秦淮公 秦淮公 秦淮公继位之后 不知道是做了什么错事 还是说 不能够带着秦国 父亲 总而言之 大书长们 决定废掉他 于是包围了秦淮公 别的秦淮公自杀了 秦国没有那种 儿子杀父亲 为了夺位 这样的事情 但是 有这个陈氏君的现象 这也是他们为了 避免陈氏君 杀了国君 围起来 他自杀了 他自杀以后 书长们没有说 我们把位置抢过来 儿子说 要让他的太子继位 但是太子早就死了 太子的儿子 就是秦淮公的 孙子来继位 他的孙子是谁呢 就是秦淮公 孙子继位之后啊 孙子后来又去世了 那他的儿子就更小了 儿子还只有十岁 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师袭 那么这位置呢 大书长们 从这个秦国的 这个前途考量 要另外另一个 还是离了一个 被围起来 鼻子了自杀的 那个秦淮公的 另一个儿子来继位 他就是秦淮公 秦淮公继位之后 当然秦淮公 儿子继位 孙子继位 到孙子的时候呢 只有两岁 所以这样一来呀 前面这一段 你看到好像很混乱了 其实真的混乱 书长们没有自己夺权的意思 没有呢 这个儿子杀父亲 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一代的 国军继位呢 呈现出混乱 这个最高领导权 呈现这样一种 一种空白 所以呢 这个国家 这个时候 没落了 掉下去了 而且最后的那位 秦淮公继位者两岁 两岁秦淮公 他能干什么 他母亲抱着 他的朝廷里边 处理国家大事 有这个国家 还像国家吗 那么 用什么来指挥 大家做事呢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宫天里的 金银财宝 拿出来赏人 为了你做事 赏给你 再做事 再赏给他 再赏给他 所以这个宫里的财富 都被他赏赐都赏赐光了 但是谁也没有怎么忠于他 忠于这个秦国 所以整个秦国呈现出 一盘散沙 而这个时候的魏国 是那么强势 所以十岁就出王到魏国去的 那个秦淋公的儿子 现在他成年了 他和谁是一辈人 他和现在在位的 两岁的秦出公 他们是唐兄弟 秦国这么衰弱 这么聊到沉沦 所以施洗非常着急 你这个就是 你这一本里 第二天 你怎么还能 我愿意 性 你最后 你这二战 就这么击 一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流亡魏国三十年 魏国的君臣又是如何对待这个敌国的公子呢 我们再来说说实习吧 他十岁就出国流亡 因为他的位置为寄身处 他是秦宁公的儿子 到了魏国他不是人治 如果是个人治的话 那这边一定会用他来要挟秦国 他不是人治 他是丢失了自己的太子位 没有继承到国君位置 到了魏国的 但是对魏国来说 这可是个宝 因为他在我魏国长大 我对他进行这魏国的教育 那么将来最少是一个秦魏和好 弄得不好呢 我魏国还可以支配他 这个实习在魏文侯时代 生活了十七年 又在魏武侯时代 生活了十三年 所以这样合起来三十年 也就是说他和魏武侯是一辈人 差不多大 在魏国这里有一个西河学派 而西河学派里的 那个领头人坐镇西河的子下 他的老师孔子主张是有教无类 教育是没有类别 没有民族差别 那更没有国别 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 这个孔子实习 他一定成了这个西河学派的 一个少年弟子 那么西河学派里的法家精神 兵家的军事思想 以及最主要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 所有这一些 实习在这里是免费留学 学成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着急 之所以没有急着回去 是因为吴奇还在魏国 现在吴奇走了 我看他回不回来 回不来了 他到楚国去了 去帮助楚国变发了 咱不能让楚国赶在先 而且现在的魏国没有吴奇 他插不住我秦国了 咱得回去了 那么魏武侯就召见施习 对他说 你要回去 我全力支持 你要钱财有钱财 要军队有军队 那施习什么都懂 你要支持我用军队 还有财富什么力 那我以后的听命于你 我秦国的听命于你 这个我谢谢了 说我现在暂时没有回去的打算 又过了一年多 终于是决定回去的时候 魏武侯再召见他 回去以后 咱们两国之间 应该保持什么样什么样关系 我们应该是怎么相处 你要知道 在魏国这些年 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施习表示 从魏武侯以来 到魏武侯对他的这个 关照 生活也好 教育也好 什么关照 表示深切的感谢 并且说了一句话 只要您还在魏 我全国 绝不跟你打仗 魏武侯听到这个话 心里不高兴 为什么呀 我活着的时候 你不跟我打仗 你也比我年轻 比我活得久 我死了 你不就来打魏国了 因为他留下了话瓣 你活着 我不打魏国 就没说你死了 我打不打魏国 是吧 这样魏武侯是很不高兴的 送走了施习 关于施习要回国 这个消息是不惊而走 他仅仅带着他的几个水一走 然后呢 回国来 但是他的第一道关口就被堵住了 就在过去的郑国最早的封地 华县这里 有一个官塞 守官的将领 挡住了 实习报处明来 我是秦宁公的儿子 刘王 三十年 现在回国 对方却说的是 我知道 我只能忠于一个国军 现在国内有国军 所以我不能放您过去 他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这个事情其实很恼火 我回来你都不放 要保证那小孩子 然后绕道 到温水北面 再找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人在那等着他了 这是一个大树长 他的名字叫 军改 军改 接到了实习 把他接回国去 那么国内 请出宫的母亲 其实年龄也不大 孩子还只有两岁 太后 就派人带着军队去抵抗 听说那个实习要回来 一定要把它消灭在半途中 但这日军队 刚刚一出国门 出那个首都的门 将军就向兵士们宣布了 咱们却不是去灭实习 我们是迎接我们的新军归来 你看这个人心所向 都是向着实习的 国内都希望有这么一个 有作为的国军 回来主政 这样实习的队伍啊 有几个水一重走着走着 一过关进入秦国 越走队伍越大 越走队伍越大 走到坚持的时候 一定是浩浩桑桑 当然 请出宫的母亲 直到这玩玩了 我派的人去也投靠了实习 那个守官的也投靠了实习 还有谁不向往实习呢 于是呢 母子两个自杀了 这个事呢 就绝对不能够算出说 实习是势军夺位 不可能 他还没到了 那么这个实习回国继位 他就是秦宪宫 他是春秋自秦末宫以后 逐渐下滑 然后重新崛起的 第一个国军 我们想想当年的 金文宫 孤子崇尔 流亡十九年 经过的磨难 就成一个繁固子弟 便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那么这个实习呢 十岁去受到良好的 魏国的西河学派的教育 然后归来 你想是不是一个 很成熟的政治家了 现在四十多岁 正当壮年 流亡多年的秦宪宫 终于归国 然而站在权力顶端的他 却没有丝毫欣喜之心 秦宪宫的心理很清楚 交到他手上的秦国 可谓破败不堪 在外西河备战 秦国东晋无路 求救无门 于内秦寺带乱政 国苦空虚 百姓劳苦 宪宫深知 魏国虽强 但真正阻碍秦国 东晋崛起之路的 不是魏国 而是秦国自身 混乱的朝政与国策 此时的秦国 唯有变革 方能强国 那么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 秦宪宫将会给秦国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世袭归国了 归位了 他就 秦宪宫 秦宪宫要做什么呢 世袭 一做国军 当然首先想起 又主然 那位将军 阻挡我回国 咱先把他办了 这也是不成熟的表现 所以有人就劝他 说主公这可使不得 你想想啊 秦国历代公子 在外边的也不止一个两个 要是谁回来 这个关口都把他随便放行 那再回来之后 那国家不大乱吗 所以这个 又主然的做法是对的 因为你还没有做国军 也还没有合法的地位 人家终于秦国 这样做得对的 这位公子 世袭 秦宪宫 可是从见如流啊 你去说好 所以呢 我回来的十二 不管在关口阻挡我的 还是迎接我的 一律的赏赐 一律的奖赏 办事公道 这来源于他的从见如流 而不是钢笔之用 回国之后 他的改革 是小步骤 为什么要小步骤 因为他之所以能够回国 是秦国的旧贵族 迎接回来的 秦国庞大的旧贵族 他们需要施洗归来 既然人家把你迎接回来 你回来之后 马上实行改革要打倒他们 要限制他们的特权 这个太不尽人情了 但是 不改革 秦国仍然落后 要改革 贵族们会反对 贵族们要反对 我怎么办 不好办 所以 这个秦宪宫实行了 小步的 稳步的改革 但是有些事情 说起来是小步吧 实际上是大步 比如说第一个改革 叫做 至从死 止 至止 终结 终结从死 什么叫从死 就是寻战 就是用活人寻战 其中有三个是最著名的 就是 那个秦武功 死了用了66个人 秦武功 一代霸主死了之后 用了177个人 春秋时期 秦景公在位40年 他去世以后 史书上没有记他 说寻战多少人 但是后来考古 当代的考古发掘 秦出来186具尸体 寻战 那么 到秦宪宫 现在只从死 废除寻战制度 这个寻战的制度 用活人寻战制度 在秦国 是施行了300年 这也就是秦国 为什么 这么长时间来 他没有出一个 像样的将军 他无起 他也不往秦国去 为什么 因为秦国寻战的人里边 因为莫功 就有紫车式的三娘 紫车式的三位英雄 有白人不党之勇 都给他寻战了 所以 诸侯各国的那些士人 尤其是武士们 有军事才能人 果足不前 因此秦国 这个300多年来 没有一个像样的将军 就更别说 有什么军事家了 我们说战国 之所以称战国 没有军事 是称不起来 这个状况的 那么秦国 能够称到现在 他已经很不错了 关于这个 从死的问题 就是活人寻葬的问题 公子是反对的 在孟子里有记载 孟子梁慧王上 有这么一句话 众离曰 始作勇者 其无后辜 为其向人而用之也 这是孟子的解释 孟子的解释说 为其向人而用之也 因为勇向人心 用他寻葬 他就会断子绝身 那何况用真人呢 用真人寻葬 更是应该断子绝身了 孟子是这样的理想 所以孟子坚决反对 人群制度的 而且这不仅是 孟子一个人的主张 这是一个时代的思潮 这个时候 大多数有见解的 世人 平民也好 贵族也好 大家都反对 用活人寻葬 因此我们说 秦宪公发布的第一道命令 自从死 废除秦国三百多年来 实行的野蛮的人群制度 他将使秦国的统治 得人心 那么今后 世人不再会果足不息下 事实上 在秦宪公之后 六国之士 纷纷到秦国 这也说明了 那个野蛮的人群制度 是多么的可恨 都不再会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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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总 这是 似乎 似乎 秦宪公将如何抉择呢 秦宪公实行改革的第二条 叫做陈岳阳 陈岳阳意思很简单 就是修岳阳城 修了一座城叫岳阳 岳阳在哪呢 靠近河西修这个城干什么 作为新的首都 元代的首都在哪里 在庸 庸在哪里 庸在秦国的西部 而那里呢 盘踞着秦国历代的贵族们 秦宪公是这些贵族 支持他回国掌权的 所以他不想去得罪这些贵族 我惹不起躲得起 再把首都搬到黄河边上去 搬到河西去 那个地方 临近前线 直接面对 魏国人 魏国军队 表现出 我要继续东京的决心 同时呢 我们躲开秦国的 旧贵族们 你们想咋干咋干 自生自灭 我在岳阳这里干什么 我要实行政策上的改革 那就是实行一种土地租税制度 这种制度呢 早在春秋时候的魏国就实行了 那叫做出税某 出税某 就是按地征税 或许不是这样 整个西州的制度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塞土之兵 莫非王城 每一寸土地 所有权都高度集中在周天子手里 诸侯们是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尽管你开垢私田 但是名义上 这个土地啊 绝对不可能私有 魏国的出税某 确定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 秦国现在的实行 已经是比较落后了 秦国不叫出税某 叫出租和 那就是说 让老百姓自己去开垢荒地 开垢的土地 你申报一个数字 按照土地的数量 向国家交纳土地税 国家有了收入 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合法的土地 这些土地的主人 或者是地主 或者是自耕农 地主自耕农 开发土地 由了合法的土地 得到国家承认 我向国家增交土地税 立国也立家 那么在雍城周围 就是秦国老贵族们居住的地方 那里还是奴隶们 这位奴隶主干活 所以不但地听说 东边这个越洋附近 实行到什么样的改革 大家怎么样的日子 越过越好 所以逃亡的数量日益增加 逃到东边来 自己开荒耕地 就变成自耕农 然后甚至变成地主 所以这样一来 那个雍城附近的奴隶主们 他们只能自身自灭 然后人走得差不多 土地大量的荒芜 这就是齐县公 既不得罪旧贵族 又要实行改革的时候 就采取这个办法 先把首都迁到越洋 然后实行出租河 就是征收土地税 征收土地税 这个技术上 然后再来发展工商业 商业原来这秦国是很不发达 现在商业 征收营业税 合法地征收营业税 那么每个商人 都可以合法地做自己的生意 国家也增加了收入 所以这样坚持时间不长 结果越洋这里 秦国开始富有起来 在微信平台上 有位名叫儒雅德的网友问道 秦国为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被中原诸侯视为遗敌之国 仅仅是因为殉葬制度吗 我们说活人殉葬的制度 是中国古代 一种野蛮的制度 它不是秦国专有的 殷商时代最严重 一直到西州 周王朝也有殉葬 就是到了春秋时期 齐桓公 吴王贺旅 还有那个晋幽公 都有大量的人寻葬 秦国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23年 但是直到最后的那个34年 在一切条件具备 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时候 开始收复西河的战争 为什么这个事才发生呢 因为这个事 对面的魏武侯去世了 他原来不是有话吗 说魏武侯 魏军只要您还在 我就不会对你发动战争 那不是魏武侯很不高兴吗 所以魏武侯去世了 魏武侯去世了 发动战争 这个是说 齐县公 说话算术 恪受信约 你活着我不发动战争 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什么呀 最主要是吴奇走了 吴奇在魏武侯死之前就走了 走了几年之后 这位公子熙才回到清国 现在呢 他又等到魏武侯死了 放心大胆的 向何熙进宫 现在执政的是魏惠王 别看这个人 是不如他的祖父 也不如他的父亲 神本事都没有 但他的执称 比他祖父父父亲都高 父亲是魏武侯 祖父是魏文侯 他是魏惠王 惠是后人 给他加了嗜好 他也称王了 魏国称王了 称王执称提高 不等于的本事见长 他的本事呢 是哪一个都比不上 说他贪财 又好战 打一仗败一仗 打哪个国家 败个哪个国家 所以这人啊 最后找到孟子啊 说啊 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到处打败仗 第一次是秦宪公 十九年 离他去世还有四年了 秦军在洛英大败魏军 这个时候 魏军哪有什么抵抗力啊 无旗走了 五族的训练 也没有了 这个魏惠王 执事到贪 魏国 他的霸主事业 竭尽尾声 第二次是在秦宪公二十一年 也就是去世的前两年 斗过黄河 向河东进攻 攻到魏国的石门 大败魏军 斩首六万 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而且这个时候呢 周天子 一看出秦宪公的本事 周天子派人 送来华服 就是华美的衣服 表示奖赏 这不至于说 称他为霸主了 还没成为霸主 已经得到天子的奖赏 天子为什么奖赏 因为他打败魏国 强者就要兴起 尽管这个时候 周天子名存实亡 他多大个奖励啊 似乎诸侯们不在乎 但是你魏国 从魏文侯 魏武侯 到魏惠王 得到过这一份荣誉吗 没有 秦宪公回国即位 21年 他就得到了 天子的这样的奖赏 周天子也是 看眼色行事的 谁强 谁有前途 我奖赏谁 所以这是魏国 一百多年 三代霸主 没得到的荣誉 公子思习 也就是秦宪公 他得到了 也就是他去世的这一年 在少良 大败魏军 秦宪公即位了以后 秦国复苏了 也就是苏醒了 他说不上强大 当秦国真正要强大起来 要打败魏国 进进中原 那个道路还远着了 但是这一年 在对魏国的作战中 据说秦宪公啊 中了毒箭 不治身亡 秦宪公的事业 归谁来继承 继承者 是不是能够发扬光大 秦宪公所进行的初步改革 由谁人来继承 由谁来改革 这是秦国真正崛起的关键 请关注下集 谢谢 请不字幕志愿者 训练